每两年筹办一次的2021台东美展 经过15位专业评审委员 严谨的初审与复审 选出91件作品 12月4号在艺文中心举行开幕及颁奖 县府秘书长卢邪昌 代表县长姚庆林 颁发各类组前三名 今年台东奖得主有两位 张备原与黄振峰 各获得奖金15万元及典藏赠书 今年有650几件增建的作品 也谢谢这些艺术创作者 很踊跃的来参加我们台东美展的增建 台东县每一年放在文化支出上面的费用 单近他们大概就将近要2亿 如果连资本门加上来大概有时候 可能将近要到3亿 从县府预算的支出 到花东基金 到文化处 同仁积极的去中央争取补助 所以文化支出越来越多 台东文化气息 当然就越来越提升 也要感谢我们所有文化 文化处的工作者 各位文化艺术的创作者 各类冠军名单 东方媒材类张备原 西方媒材类蔡元环 摄影雕塑及新媒体艺术类黄振峰 评审团队表示 今年参选作品总体来看 东方媒材类在传统框架中力求突破 西方媒材类作品多有细腻之情 摄影雕塑及新媒体艺术类则有新意 但三类一致的是 对内外环境牵动情感之诠释 体现对当代集体生活的优维观察 台东所在综合版本 2021台东媒材生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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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